嗨,大家好,我是Lisa 欢迎来到30天每天10分钟的早晨瑜伽挑战 我们今天是第17天 今天的主轴是自我疗愈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我疗愈的能量 我们就是要开启这样子的天赋 那自我疗愈不代表过去的伤痛它并不存在 而是这些伤痛它们不能再控制我们现在的生活 而我们已经改变去如何面对这些伤痛的态度 所以欢迎你来到今天的练习 今天我们需要一个瑜伽砖 所以请帮忙准备好你的砖 那如果你没有瑜伽砖的话 可以用家里比较厚重的书籍 那都没有的话可以使用抱枕 那可能两三个抱枕来进行今天的练习 好首先请大家来到我们的butterfly 蝴蝶室 让你的双脚冰龙 脚跟远离你的骨盆 我知道大家刚起床 可能身体非常紧绷 但没有关系 就坐到你可以的位置就可以了 我们深吸气让你的脊柱拉长 吐气双手掌心朝上 让你的身体自然的垂放下来 如果你觉得停留在这里很不舒服 你可以稍微让你的脚跟接近你的骨盆 多一点点 双脚的大腿下方 双脚的膝盖下方 放上你的抱枕 那如果你可以的话 请跟我一起进行 让你的头自然的垂放下来 没有必要碰到你的脚跟 一样如果停留在这里很痛苦 你可以让你的砖拿出来 放在你两脚膝盖中间 额头放在砖上 就让你的心整个沉淀下来 今天的练习并不是一个非常快速的状态 因为当我们要启动自我疗愈的机制时 首先要先了解自己正在经历过什么样子的事情 自己的状态 以及心态是什么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和缓的练习 让你开始去观察自己的内心 自己的感受 将你的双手指尖放在地板上 手推 地板的力量 身体推起来 让你的砖先拿到一旁 请将你的左脚伸直 右脚跨过左脚 让你的两个膝盖可以交叠在一起 再一次把你的砖拿出来 一样调整你需要的高度 我们深吸口气 让你的脊柱拉长 吐气身体往下 那早晨非常紧绷 你没有办法让你的额头碰到砖 你让你的双手变成拳头 额头放在你的拳头上 停留在这里 那如果还是非常遥远 你可以拿出你的抱枕出来 就直接趴在上面 看你们的需求是什么 在这里深呼吸 吐气 感谢观看 深吸气 双手解开 双吐气 双脚解开 我们换边 让你的左脚屈膝放在你的右脚上 可以的话 尽量让你两个膝盖可以交叠在一起 我们深吸气 我们深吸气被拉长 吐气再一次 前弯 停留 这边明显 这边明显紧很多 所以我的拳头还是太远 就会有点准备 再次面显 因为我们的右脚 也会有点准备 再次用观看 摩托高 这样 明显 让你的身体整个放松下来 好,深吸气,提起来 将你的砖放在旁边,双脚打开 让你的砖带到前方 让你的双脚打开 但是脚板不用勾勾,放松的状态 让你的屁股均匀的坐在地板上 你的砖放好在前方 再一个深吸气,背拉长 吐气,身体前弯往下 让你的双手就放在你的砖上 停留在这里,保持呼吸 接下来,让你的身体提起来 我们来到跪姿的部分 让你的双臀坐在你的脚跟上 肩膀在你的骨盆正上方 我们双手往后食指交扣 深吸一口气 肩胛骨往后夹 吐气,让你的头到前方的地板上 尾骨,坐骨离开 双手的手球要绕过你的头 到前方的地板上 停留在这里 我们是头顶在地板上 所以不是额头要特别注意 我们头顶有一个白灰穴 我们借由这样子的方式 稍微给它刺激按摩一下 再让你的手回来 好,我们要进行最后一个动作了 我们先来到四足跪姿 来到四足跪姿之后 将你的双手走远离你的膝盖 深吸一口气,吐气 双手贴在地板上 让你的胸椎整个拉长了 你可以将你的手肘离开地板 稍微左右 给它伸展一下 最后再让你的手肘放在地板上 停留在这边 让你的膝盖在骨盆的正下方 再一个深呼吸 双手往后 再让你的身体推起来 让你的双手交叠掌心朝上 双眼闭起来 感受一下身体 深吸一口气 吐气 请将你的双眼张开 以上就是今天第17天的练习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帮我订阅留言按赞 并且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或家人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